歡迎大家繼續回到我們ASIT 我們要收看下半場的賽事 是B組的賽事 我們期待已久的 日本 VS我們 台灣藍 對 那我剛剛講錯了 日本隊其實是有拿過一勝 對 日本隊是有拿過一勝 他是擊敗的泰國隊 對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B組的一個 隊伍以及戰績 我們看一下他 藍隊是3-0敗 日本隊是3-2敗 泰國隊昨天有輸給了澳洲最後是0-4敗 澳洲是3勝1敗 那這場比賽 因為上次這兩隊交手其實是非常非常精彩 對 搞得我有點緊張 大家都很緊張吧 對 我相信大家 第一場就 比速又崩潰了 對 好險我們有DS跳得出來 對 好險有DS跳出來 對我又跳出去了 我又跳回來 沒錯 這一個跳起來非常非常關鍵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戰的一個 雙方的一個對陣 好我們先看雙方的選手 那日本隊的選手 有認識嗎 我認識兩個 一個就是他們的WCG冠軍 是 Bick 那個是 哪一個 就是第一個重組選手 Brick 然後第二個 ENZA 我對他印象就是 因為他好像以前是玩魔獸的 對 我記得是一個魔獸的葉晶瑩選手 魔獸真霸的一位選手 魔獸真霸的一位選手 對 所以你對戰友會選手是比較有印象 沒錯 好我了解喔 因為大部分對日本隊比較有印象的 沒有 通常啦就是 這事業對他們比較有印象 他們是說 他們最強的是Side Arc Side Arc 對 但是 因為其實我跟他們也不是很熟 對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會有哪些選手 因為QA服一定會派到四位選手 好 來看到我們第一場的賽事呢 是有VICE VICE就是我們的灰喔 對 VICE對上的是灰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重打神 重打神的一個對戰喔 那我們來期待一下 第一張地圖一樣是我們的大都灰 好 就是 來 準備一下喔 比賽已經要開始了 那張地圖剛剛都講到就是 我覺得是重打神 重度比較好打 嗯沒錯 對 那我們一樣請阿吉抱一下點位 好 在我們上方的是我們 台灣藍隊的灰喔 紅色的神竹 好 然後下方呢 下方呢 是我們日本隊的VICE喔 藍色的重竹 就是一個 好 這張圖應該是只有原點而已啊 對這張地圖是只有原點 大概會是只有原點 因為之前有進點的時候 人類還是還蠻強勢的 在這張圖 進點人類無敵 沒有我說陸地進點 陸地進點是無敵啊 我承認啦 空進的話不到無敵 可是還是蠻強的 就是優勢 就是優勢 對就是優勢 其實就不到無敵 結果一改成原點 變成是蟲族的好圖 對 因為一來到原點 這個距離真的就 真的距離一大 對於蟲族來講 那個緩衝時間就長 沒錯 而且其實這張圖的礦也蠻多的喔 對 還蠻適合蟲族的擴裝 對 那遼望台就可以佔據所有的一個 就是所有的陸地 你要經過一定會經過遼望台 所以其實對於真材的蟲族來講 非常好 因為你一開始的 你的一化蟲 就可以輕易地佔助兩個遼望台 這個蟲族選手放下瓦斯草 好久沒看到的正常瓦斯狗瓷開局 這應該是樹狗開吧 這是樹狗開 對很輕 這一定是樹狗開 其實通常這時候 正常來講都已經都是慢狗開 然後接三開 對 那這張地圖他們選擇樹狗開 很可能是因為他覺得 對方可能不一定會裸霜 畢竟大多塊這張地圖 我們也看到有神族選手 這張地圖是不裸霜的 就BG開 或者是其他的 對 那如果是正常BG開 其實狗瓷開 這是早期啦 其實大概是半年更早以前的 這應該是很久以前的盪數 對 重打神大概都是這樣子 在很久以前的時候 都是BG開 VS速狗開 對 都是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的灰 應該有 我們的灰也裸下他的二框 然後應該會放下BF 因為他已經看到對手是14D了 對 而且對方是一個速狗開 對於你的前期的防守還要關鍵 狗絕對不能被溜進去 對 沒錯 因為他提速狗會特別早 對 沒錯 這要來看一下 灰這邊要如何做一個防備呢 欸 工兵持續在繞喔 這邊很明顯就是要阻止他的二框 對 盡量拖延喔 對 不過遇到這種速狗開 其實拖延意義不大 因為 他的狗下的時候其實 也還沒有到300塊 大概就是狗出去的時候 剛好有300塊 對 就是狗出去到門口 要把你趕走的時候 差不多300塊才來 可是 可是我們發現喔 他已經停瓦斯了 對 他說不定也是可能就是 給你看個速狗開 然後事實上他也有可能要打三開 對 但是他速狗 他的狗速已經在提升了 對 如果現在要去轉 其實也可以轉三開 可是整體的經濟會慢很多 慢很多 對 整體的經濟來講 尤其是這種戰術 就是我們講速狗開 為什麼不太適合打雙框 因為神族的雙框 一波的那個時間點 如果你選擇速狗開的話 你會來不及爆兵 就等於他打到你家門口的時候 你才只能開始準備爆 已經來不及 對 你的那個時間 你是來得及守 但是其實會很 會很吃力 很緊繃 對 很緊繃 而且你可能一個偵察不到的 或是這個 你如果是速狗開的狗 通常就是必須 一定要在那個時候 拖住對方的攻兵 或是硬咬到水槍 但是其實那個 對方如果操作好一點 其實你很容易就 被蓋起來就被推掉了 好 我們現在 YS這邊他已經放下獨爆蟲槽了 這個時間放獨爆蟲槽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獨爆一波 對 他是獨爆一波 那 看一下灰這個天主鞋 做得非常到位 我們看到全部都塞住了 沒錯 站得還蠻死的 塞死啊 好 不過還是要有點立場 對 那現在應該來得及 我們現在的 機械控制核心已經好了 宅蘇哨兵 哇 再爆一波蟲 其實灰這邊 其實灰這邊他還蠻 他好像也打得還蠻保守 因為他先補了一個BG 因為他有看到對方 有看到對方 那個台其實 我們看到他家裡面 現在下了三個光炮 對 其實就知道 就是你束口開對不對 你束口開就是要接一波 對 束口開就是要衝我 就是要衝我 對 要衝我 那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灰燈的做得非常到位 家裡面的防守 真的 我們看到現在是 但是寧願卡人口 也要蓋光炮 沒錯 對 那我們再看一下 哇 果然就搞我 一個立場 對 那現在這個立場 非常不錯 一擊 還要再擠嗎 擠不擠要進去 擠不進去 狂戰士 哇 偉大的狂戰士 啊 狂人硬是卡住 我覺得這樣基本上 神族就已經贏了 大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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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現在就來到大優 對 優他彈出來 因為根本就是照輝的劇本走 就是他就是要來衝我 他就真的來衝我 對 工兵現在領先四隻 老實講這個時候工兵領先 這不用講了 神豬就 沒錯喔 絕對是開心 對 而且很爽 對 這絕對是開心 因為現在重塑不管 他已經沒有退路了 他如果打運營 就是等著對方一波來壓死你 他如果不去打 就是直接就投降了 感覺現在要抱了一些狗 但是想抽也沒辦法 我們看到 現在會完全把家門封死了 不錯喔 採取鎖國政策 因為你也只能衝我了 對 那這邊採取一個鎖國政策 我們看到 完全進不去 這應該 而且有哨兵 讚 哇 現在就普攻兵 那另外這邊我們看到 VICE這邊應該沒辦法了 也只能開礦 他現在我覺得 他現在也只能拼命的偷了 因為沒辦法了 他這樣就是趕快開下三礦 或者是現在拼命的刷 盡量都不要刷兵 現在已經完全不能刷兵 現在多刷一隻兵 已經就離死期更近 沒錯 完全是走 現在 這二況 我們看一下 灰 不斷的在補光面放下了 飛機場 對 飛機場 好像目前神族的主流 好像不是閃線追 因為攻擊就是飛機場 對 飛機場其實我覺得 對 尤其是優勢的情況下 出飛機場很好 因為有時候 蟲族 第一波生態招 他就想出要怎麼衝 你看他現在還沒來 那搞不好等一下 是什麼蟑螂 毒暴 什麼鬼東西 那你現在蓋飛機場 等一下虛空來是 什麼都可以守 什麼都可以守 就完全沒有怕的東西 對 除非他出刺蛇怪 但是這太難了 然後就算你轉飛堂 我也可以趕快出鳳凰 對 所以其實這等於說 這一個拳法 而且虛空 如果你不打他虛空 也可以做一個騷擾 可以防止你開三礦 對 就很像神塵的女藥一樣 對 沒錯 那這是在優勢的時候 你選擇出虛空是非常非常正確 那現在就看 唉唷 要拆掉 由於會應該覺得 那個一波壓制時間已經過了 他可能也是在運營 對 而且哨兵力場夠了 對 現在也不怕 來衝我啊 我有力場 光力場就 隔到你哭爹喊 喊爹娘 對 這真的是 現在這個狀況 看一下 升級了二本的Service的VN 而且到現在 還是神族的工兵領先 這真的 已經是 很難救了 對 因為現在 蟲族的工兵不會領先 是因為他只有兩個主堡 沒錯 少了一個 少了一個BH刷東西 真的刷 刷超慢 對 就差很多了 那我們這整體來講 現在工兵數是 灰這邊還領先 那其實 對 領先一些 領先三隻 好 我們看到虛空出來了 讓你看都沒關係 反正你奈我和 打不到我吧 你打不到我 我來打你了 直接就來看 這個 VN要如何做應對 放下的是 第四 第四 我覺得放第四 也是被迫的啦 沒辦法 因為接著到現在虛空來 你就沒有任何的視野 對 所以幫布料子 直接衝進你家 就糾了 那現在 灰放下的是 目光又還有三個兵營 應該 照理來說 他應該會開礦 會開礦 對 可是如果這樣灰 如果他打一波壓制 應該是有機會打下來吧 其實我覺得他一波是有機會直接打死對手 因為畢竟前面他那麼虧了 對 但是我覺得他可能還是會打穩一點 因為他現在其實也補到四兵營 五兵營 五兵營 然後深閃現追裂 他現在家裡再出鳳凰 這感覺不 一二三三 六個 六兵營 還要先閃現追 對 深閃現追裂 對 那現在應該是 那現在應該是 可能是佔據優勢 要打穩妥一點 對 要打穩妥 那現在的話 欸欸欸欸 一花龍在到處跑 放下刺蛇獸穴 唉唷 那一隻應該是要來殺媽媽的吧 對 應該是有什麼打什麼 沒錯 對 現在 蟲族已經不能再失去一些東西了 因為他現在只有越來越傷而已 對 現在基本上 因為我們看到LINE這邊搶三礦 那現在的話 灰力也搶三礦 兩邊真的是 我們看到神族的人口還領先 第一次看到開礦 跟蟲族一起開礦 人口還領先 對 真的跟蟲族一起開礦 開給你看其實也沒有很記憶 對 不然以前都是 神族開給蟲族看 就是至少死路 你知道 對 就是起碼要投 就是可能 哇 剪隊導航台 會應該是 想要虐一下 想要虐一下 對 這時候放下這個 可能會出個聖母劍啊 或者可能你的航母也會出來 對 他應該是知道自己 處下處於一個優勢 是一個掌停板的狀態 對 這邊放下的是三礦 出刺蛇 外這邊選擇出刺蛇 喔 蟲子帝王啊 那 還是有可能有點機會喔 有點機會做一個進攻 可能因為現在的人口數的一個落差 其實我覺得 就算是正面部隊會戰 你傳壓家 你頂多就打擊到他的傷 打擊到他的經濟 然後頂多就換家 可是還換不贏這樣子 現在要換家其實也不容易換人 他主要是灰的紀律性很好 我家裡面哪裡都有建築 而且那兩隻虛空不是壓制 是為了戰略王塔 對 戰略王塔 你這完全沒得開 那現在的話 他想要開去哪 我們看到翼化蟲在跑 左下角是翼化蟲 這是翼化蟲 是關鍵 而且灰他做的戲很好 他有把他周圍的蟲都清掉 對 現在所有的蟲 幾乎都是在被揍的一個狀態 那現在在變了 變在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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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變在這 變在這還會被打掉 對 剛好部隊走出來巧遇 只能說他太衰了 對這真的有點衰啦 連變在這邊都會被抓到 對 他一定覺得很莫名其妙 只能說食不我語 對 現在 哇他現在整個就是等死狀態 對這處於一個很窘 因為視野也沒打開 那我們看到這個兩隻翼化蟲 又開了 開在這邊其實老實講 其實是正面部隊做一個對決而已 對 開在這邊就等於 你去打他二框或三框 對方的部隊拉回來 沒錯 就等於是打正面而已 對就是打正面 那現在看一下 神族 再出航空母艦跟媽媽船了 天啊 哇 這個 好現在家裡面 這個空窗旗有沒有機會 我們外這邊有沒有機會 抓到這個空窗旗一波 這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有空窗旗的感覺 對 因為現在人口還是灰領先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刺蛇 刺蛇的數量並不是很多 對 然後加上立場一些阻隔 然後又有閃線追 對而且沒有肉盾 沒錯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刺蛇表示有點 虛空 你那個幻象 幻象巨象都出現了 對 這什麼東西都有啊 我們看到現在 那現在這個部隊是全部被吃光之後 聖母艦和航空母艦要面吃了吧 有沒有機會出來 對一個閃線全部吃光光 讓他出來再喊GG 哇直接喊GG 喊GG 哇說好的 可惡 我好久沒看到航空母艦 對啊我也好久沒有看過 我記得我最後是看到航母 就是在揮打那個Jolai那時候 對我也是 大概是那一次而已 所以他聖母艦比較有常會看到 哇真的好久沒看到航空母艦 沒有機會跟大家打招呼 太可惜了 然後我們外這邊打出了GG 哇 揮這邊的表現非常非常驚嘆 我們關鍵之處一樣 請我們幫他仔細講一下 喔 剛剛很明顯就是主要是被 完全被揮探查到 因為他看到他是提速狗開的 對 然後通常提速狗開這種 這種開機 因為前面有採器 畢竟經濟會不太好 然後就被迫可能會打 很大的機率會打個獨爆一波流 對 然後揮就整個就是 衝著你 打我獨爆一波流 我先把建築學做好 光炮補齊了 等你來衝我 那一衝過去那瞬間 工兵技也沒有炸到很多 什麼都沒有傷到的情況下 經濟一路都是灰的領先 對 一路都落後我們有看到 對 真的是一路落後 然後一直到最後灰 甚至還可以拜人品 沒錯 在那個地方其實就是 一個快攻的一個打法 如果你被 對方已經洞察到你的戰術 其實真的就比較難用 對 就不管在哪一種種種族 都會看到都是這樣的 就是人類看到你5BG就會熟 然後同族看到什麼 都是會熟 這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偵查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騙齁 其實真的是不要 就開一點你看了 對 真的是比較可惜 那沒關係我們恭喜 台灣藍隊這邊獲得了第一勝 我們會揮這邊拿些